第五十九章,三读第十二,四,魏无羡的心掉了起来,被看到了,趁现在立刻逃,环是莫有,这时,围墙内转来细细的哭声,踏踏的脚步声中,一个男人柔声道,不要哭了,脸都花了,这个声音魏无羡和江城都熟悉无比,正是温潮,紧接住,王灵娇阴音地道,是不是脸花了,你就不喜欢我了,温潮道,怎么会? 娇娇无论怎么样,我都喜欢,王灵娇动情地道,我真的好害怕好害怕,今天我真的,差一点就以为我真的要被那个贱人杀死,再也陷不到你了,温公子,我,温潮似乎抱住了他,安慰道,不要怨了娇娇,已经漠视了,还好温竹流保护了你,王灵娇称道,你还提他,那个温竹流,我讨厌他,今天要不是他来得迟了, 我根本就不会吃这么多苦,我到现在脸还疼,好疼好疼,明明是他赤腿温竹流,不让他在自己眼前晃悠,才会自作自受挨了打,眼下却又开始颠倒黑白,温潮最喜欢听他委屈撒娇,道,不疼,来,急我摸摸,你讨厌他不打紧,但是不要把他惹急了, 这个人修为很是了的,我父亲越过不少次,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我还指望多用他一些年呢,王灵娇不服气地道,人才,人才又怎样,温宗主手下那么多名士,那么多人才,成千上万,挪到少了他一个还不行,他在暗示温潮,承挚温竹流起他出气,温潮黑黑笑了两声, 他虽然颇为宠爱王灵娇,却还莫宠爱到要为个女人,就惩治自己提升护卫的地步,毕竟温竹流为他挡下过无数次的暗杀,又不多言,口逢紧,绝不会背叛他父亲,也就等乌绝不会背叛他,这样忠诚又强大的保镖,不可多得,王灵娇献他不以为意,又道,你看他,明明只不过是你手下的一个小族而已,那么嚣张,刚才我要打那个一见人耳光,他还不许, 人都死了,尸体而已,这样不把我放在眼里,不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,江城一下子莫抓住,从墙上滑了下去,魏无羡眼疾手快地提住了他的后力,两人都是热泪盈眶,泪珠顺住免甲滚滚坠落,打到守备,土地上,魏无羡想起今早江峰眠出门的时候,环和于夫人吵了一架,彼此之间留起对方的最后一句话,都不是什么温柔的好话, 不知道他们有莫有献上最后一面,江峰眠有莫有机会对于夫人再多阅一句,温潮不以为然道,他就是这么个脾性,古怪,什么是可杀不可辱,人都是他杀的,还讲这些做什么,王灵娇附和道,就是,虚伪,温潮叫爱听他附和自己,哈哈一笑,王灵娇又现在越活道,这个于见人也算是活该了, 当年仗主家里势力,逼着男人跟他成亲,结果呢,成亲了有什么用,人家还不是不喜欢他,当了十几年的弃父,人人在背后嘲笑,他还不知收敛,飞扬跋扈,最后这样也是报应,温潮道,是吗?那你的环婷有几分姿色的,江峰眠为什么不喜欢他? 在他的认知里,只要是长得不错的女人,男人莫有什么理由不喜欢,该被唾弃的只有姿色平平的女人,还有不肯挤他睡的女人,王灵娇道,想想也知道了,于见人这么强势,明明是个女人却整天灰鞭子打人耳光,一点教养都莫有,江峰眠娶了这么个老婆,还要被他拖累,真是倒了八倍的妹,温潮道,不错,女人嘛,就应该像我的娇娇这样,乖巧, 听话,温柔可爱,以心向着我,王灵娇格格而笑,听住这些不堪入耳的拥言俗语,魏无羡又悲又怒,浑身发抖,他担心江城会爆发,而江城可能是悲痛过度,好像昏绝了一样,一动也不动,王灵娇悠悠地道,我当然只能一心向着你了,我还能向着谁,这时,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,道,温公子,所有的屋子都搜查过了,清点出来的法宝有点, 2400多件,正在归类,那是莲花物的东西,那是江家的东西,温潮哈哈大笑,道,好,好,这种时候,正是应该大大庆贺一番,我看今晚就在这里设宴吧,不尽其用,王灵娇娇声道,恭喜公子入主莲花物,温潮道,什么莲花物,把这名字改了,把所有带住酒瓣 连标志的门都拆了,换成其山温式的太阳问,娇娇,快来及我表演你最拿手的歌舞,魏无羡和江城再也停不下去了,两人翻下了墙,身一脚浅一脚,跌跌撞撞地离开莲花物,跑了很远,那群乌合之众在校场内的欢声笑语还挥之不去, 一个女人娇媚的歌声快呼无比低飘荡在莲花物的上空,仿佛一把带有剧毒的刀子,一下一下地在切割他们的耳朵和心脏,一口气跑出朔里,江城忽然停了下来,魏无羡也跟住停了下来,江城转身往回折,魏无羡抓住他道,江城,你干什么,不要回去,江城甩手道,不要回去,你约的是人话吗,你让我不要回去,我爹娘的尸体还在莲花物里, 我能就这么走了吗,我不回去,我还能去哪里,魏无羡抓得更紧了,你现在回去你能干什么,他们连江叔叔和余夫人都杀了,你回去就是一个死字,江城大叫道,死就死,你怕死可以滚,别挡我的路,魏无羡出手擒拿,道,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遗体一定要拿回来,但不是现在,江城闪身避过,还击道,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,我收购你了, 快挤我滚,魏无羡喝道,江叔叔和余夫人月了,要我看过你,要你好好的,挤我闭嘴,江城猛地推了他一把,怒吼道,为什么啊,魏无羡被他一把推到草丛里,江城扑了过来,提起他衣领,不住摇晃,为什么啊,为什么啊,为什么,你高兴了吧,你满意了吧,他掐住魏无羡的脖子,两眼抱满泄丝, 你为什么要救蓝忘机,大悲大怒之下,江城已经失去了神志,根本无法控制力度,魏无羡掰他手腕,江城,江城把他按在地上,咆哮道,你为什么要救蓝忘机,你为什么非要抢出头,我跟你越过多少次叫你不要招惹是非,不要出手,你就这么喜欢做英雄,做英雄的下场是什么你看到了吗, 啊,你现在高兴了吗,蓝忘机金子轩他们死就死了,你让他们死就是了,他们死他们的关我们什么事,关我们家什么事,平时吗,平时吗,去死吧,去死吧,都去死吧,都急我死,魏无羡憋的脸色通红,大喝道,江城,掐住他脖子的手,忽然松开了,江城死死瞪住他,眼泪顺住脸颊滚滚落下,喉咙深处, 挤出一声垂死般的悲鸣,一声痛苦的乌咽,他哭住道,我要我的爹娘,我的爹娘啊,他向魏无羡要他的父亲和母亲,可是,向谁要都要不回来了,魏无羡也在哭,两个人跌坐在草丛里,看住对方痛哭流涕,江城心里明明很清楚,就算当初在沐西山屠戮玄武动敌魏无羡不就蓝忘机,温家迟早也要找个理由闭上门来的,可是他总觉得, 若是莫有未无羡的事,也许就不会发生得这么快,也许还有能转还的余地,就是这一点令人痛苦的侥幸,让他满心都是无处发意的悔恨和怒火,肝肠寸断,天光微亮时,江城几乎都有些呆滞了,这一晚上,他竟然还睡了几绝,一是太困了,哭得脱离,不由自主昏睡过去, 二是环抱住这是一场噩梦的期望,迫不及待地盼望睡一觉醒来,睁开眼睛,就能发现自己环躺在林花屋自己的房间里,父亲坐在厅堂里看书擦剑,母亲又在发脾气抱怨,责骂几枚弄眼的魏无羡, 姐姐蹲在厨房里发呆,绞尽脑汁想今天做什么吃的,师弟们不好好做早课,见上窜吓跳,而不是被冷风吹了一夜之后,在野草丛里头痛欲裂地醒来,发现自己环拳缩在一个荒凉天僻的小山坡后,先动了动的魏无羡,他扶住自己的双腿,勉强站起来,哑声道,走吧,江城一动不动,魏无羡伸手拉他,又道,走吧,江城道, 走去哪里,他嗓子干哑,魏无羡道,去眉山渔市,去找师姐,江城挥开了他伸出的手,须于,这才自己坐起,慢慢站起了起来,两人向着眉山的方向出发,徒步而行,一路上,两人都是强打精神,步履沉重,仿佛身负千斤巨蛋,江城总是低头,抱住右手,食指上的紫垫底在心口附近,把这尽存的一样欺人一物,摸来, 一遍又一遍,再频频回望莲花屋的方向,您望住那个曾经是自己的家,如今沦为一个魔库的地方,一次又一次,仿佛永远看不厌,永远环抱有最后那么一点希望,可是,泪水也永远会止不住地夺眶而出, 他们逃得匆忙,身上末带乾粮,从昨日到今日又体力消耗严重,走了半日后,都开始投昏眼花,离开了人际荒谅的野外,进入了一座小城,魏无羡看了看江城,嫌他一副疲倦至极,不想动弹的模样,道, 你坐住,我去弄点吃的,江城莫应,也莫点头,走来的路上,他一共只和魏无羡愿了几个字,魏无羡再三叮嘱他坐住不要动,这才走开,他经常在身上各个角落在些灵前, 这个时候便派上了用场,不置屋囊中羞涩,走了一圈,买了一堆吃食,还买了钱粮被长路上所用,花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,迅速回到他们分开的地点, 然而,江城却不羡了,魏无羡提住一堆馒头,面饼,水果,心头一慌,抢字镇定,在附近街上找了一通,仍是默陷到江城, 他这才彻底慌了,拉住一堂的一名补鞋匠,道,老伯,刚才这里坐住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公子, 你有莫有看到他去哪泥了,补鞋匠抿了抿一根粗粗的线头,道,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,魏无羡道,是啊,补鞋匠道, 无手里有活,莫怎么看清,不过,他一直盯住街上人发呆,后来我抬头再看那个地方的时候, 他突然就不现了,应该是走了吧,魏无羡喃喃道,走了,走了,恐怕是回莲花屋去偷遗体了, 疯了一样,魏无羡拔腿就跑,往来的方向跑,他手里提住一堆刚来的吃食,沉甸甸地拖他的后腿, 奔了一阵他便枪他们抛在身后,可是奔出一段路后,他就开始投昏眼花,体力不支, 再加上心头发慌,双膝一染,扑到了地上,这一扑,扑了他满脸的灰泥, 口里尝到了尘土的味道,魏无羡胸腔中,涌上一股扑天各地的无力和恨意, 拳头在地上重重一砸,大叫一声,这才爬了起来,他折回去捡起之前, 扔在地上的满头,在胸口擦了擦,呼伦两口,便吞下一个, 牙齿撕咬血肉,一般的狠狠咀嚼,咽下喉咙,梗得胸口阴阴作痛, 再捡起几个塞进怀里,拿住一个馒头边吃边抛, 希望能在路上就截住江城,可是,直到他跑回莲花舞, 夜空中一月明星系,他也没在路上陷到江城的人影, 魏无羡远远望着灯火通明的莲花舞,手撑住吸个不住喘气, 胸腔和喉咙蔓延上一股长时间,奔跑过后特有的血腥气, 满嘴铁锈味,眼前阵阵发黑,他心道,为什么莫追上江城, 我吃了东西,尚且只能跑这么快,他比我更累,打击比我更大, 挪到还能跑得比我快,他真的是回莲花舞来了吗? 可是不会来这里,他还会去哪里?不带上我,一个人去梅山。 调息片刻,他怀事决定先去莲花舞确定一番, 贴住那一段墙前行,魏无羡心中有一个声音, 几乎是在绝望地其道,这次千万不要再有人在笑场上谈论江城的尸体了, 否则,否则我,否则,否则他能怎么样,怎么样都不能, 他无能为力,莲花舞已经毁了, 江丰眠和于夫人都没了,江城也不见了, 他只有一个人,孤身一人,连一把剑都没有, 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办不到,他第一次发现, 自己的力量是这样渺小,在齐山温室这个庞然大雾面前, 无意乌躺避当车,魏无羡的眼眶热得几乎,又要滚下泪来, 他转过一道墙弯,忽然,迎面走来一个, 身穿炎阳烈焰袍的人影,电光火石之剑, 魏无羡,便枪这个人擒住了, 他左手牢牢锁住这个人的双手,右手掐住他脖子, 压低声音,用他能拿出来的最凶物歹毒的玉琪威胁道, 别出声,否则我一下就能拧断你的喉咙, 这个人被他死死置住,忙道, 魏,魏公子,是我,是我啊, 这是个少年的声音,魏无羡一听, 第一反应是,目非是我认知的人, 穿着温家的袍子混在里面卧底的, 可这声音完全耳生, 这念头旋即被他推翻, 他手上更用力了,道,别想搞鬼, 这少年道,我,我不搞鬼, 魏公子,你,你可以看我的脸, 魏无羡心道,看他的脸, 目非他在嘴里藏了什么东西准备喷出来, 他满心借背地拧住这人的脸转了过来, 只献这少年眉清目秀, 周身上下有一众青涩的倦意, 正是昨日, 他们往里窥看时现到的那名奇山温氏的小公子, 魏无羡心中默然,不认知, 他把这少年的脸转回去, 继续掐住他的脖子, 低声喝道,你是谁?